这个资料怎么来的,其实我是刚刚讲过,你在Google关键字,打开放资料,然后政府开放资料这边打一个实价登录吧,然后把它找一下,这边的话就会有那个行政院里面的那个不动产买卖的实价登录 这里面的话,当然有很多种类型,一般政府开放资料,最常见的也许就是像CSV,或者是XM,或者是很多什么Jetson,TST,或者是有档案,大概这些格式,那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可以检视一下,像这边有不动产资讯,我们用这个好了,看一下检视资料,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,有些,那这个地方的话,当然你可以从里面去下载 比如说我想要下载那个CSV,或者哪一种类型,你按下CSV,它就整个下载下来,另外当然你也可以把其中的资料,记得好像这边有一个可以点进来之后,它里面好像还有分区,把这个CSV点击进来,它里面还可以点击进来,还可以让你去选择你要哪一种格式,它总共的话,会有四种格式 XML,这蛮常见,TST,CSV,其实CSV,XML,XLS,这个就Excel的2003以前的格式嘛,当然如果没有,假设没有Excel档案格式的话,不然你就选CSV,为什么? 因为CSV的话,基本上它也是类似Excel的表格的一个格式,再不然就是TST,或者XML,比如说你要下载,它这边还有分什么,本期跟非本期,那其实我发现,它应该是每一季,三个月,帮你打包一个档,因为呢,如果你没有分开101年到现在,哇,那个档案会非常的大, 所以它是每三个月,一季,就帮你怎么样,打包一个档,所以我之前抓的,好像我记得是抓,反正就看到最新的一季啦,比如说105年的第四季,那我就把它下载下来,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,那它档案其实还蛮大的,35M,压缩之后还35M,那可见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大, 解出来的话呢,我看一下,这个解出来的话,解压缩出来,有这里面,它会有一个说明档,跟你讲说代码如果开头是A的话是台北市,F的话新北市,那当然你要看是不是你要全部啦,因为全部的质量太多了,所以我就选那个台北市来当范例,你可以打开,实际上打开这个A,它里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,只是说有一些栏位我可能不选, 需要,像这个空的嘛,那我就把它删掉,或者是哪一些可能不需要的,我就把它先删掉,留下我需要的就好了,另外我好像有补了一个,补一个,就是因为我们那一般的平,我们习惯每平单价,这边它单价什么,每平方公尺,可是我们习惯是每平,应该多少,每平有没有,几平吗,我们这平方公尺,所以后来google一下,每平跟,每平方公尺怎么换算,那我就把他需要,像这个空的嘛,那我就把它删掉,或者是哪一些可能不需要的,我就把它删掉,留下我需要的就好了,另外我好像补了一个,补了一个,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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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,� 把它换算一下,ok,那这样的话,我比较看得懂,其他的话,留下比较重要,像总价,应该就是在哪一个地址,或者是说呢,它里面的几层,等等的相关讯息,那我就拿这个资料来做查询,ok,所以这个资料来源,稍微跟各位做说明一下,如果有兴趣的同学,你不妨就是再到那个,就是内政部啦,实际上我刚刚是打开放资料,政府里面, 那你实际上登录,就会找到这个网站了,有兴趣的同学啦,或者你的工作跟那个防众有关的话,那也许你可以把这些全部都把它下载下来,全部都稍微做个整理,再做一个,整个全部的那个,一个实际上登录查询系统,哇,那这样很方便,对不对,那当然未来,更方便也许你再把它做成MySQL,甚至你还可以再连接手机的APP,有没有,MySQL可以当伺服器, 网页跟手机都可以看到最新的查询的资讯,哇,那会非常的棒,ok,那这个东西的话呢,当然,就是我跟各位讲一下,当然不是只有这些啦,你可以看到,政府的开放平台里面,除了实际上登录之外,至少有好几万种的资料,里面都非常丰富,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找一些相关的,你跟你工作有关的范例,来做练习,ok, 好,那这个地方的话,第一个就是我稍微讲一下有关资料怎么来的,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,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有关那个,用实际上登录这地方,那当然它有查出中华路,不过还有防呆的部分,我们大概稍微做个复习,那刚刚呢,基本上我还没有防呆,所以呢,你查完之后的话,假如说我今天按下它, 它里面已经有重复,第一个,那如果已经有重复的资料,那我怎么防呆,基本上这也是大家复习一下,所以防呆应该放哪里,其实就是可以再切到那个我们之前的程式码,那底下你可以往下拉,那这边有所谓的三个防呆,而且我就是有特意的把那个防呆的部分,把它用颜色标注一下, 如果不是在这里,这个是两个条件的,往下,这边防呆,第一个防呆就是怎么样,如果已经有存在,比如说中华路这个工作表,你再查一次,如果你没有加防呆,那就会错,可是如果你加了防呆,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刚刚已经有中华路了,那如果你再查,就会卡住,所以呢,我在这边加,加哪里呢,理论上应该加在, 当你输入资料之后,把资料丢给X的同时,下面一行,你就需要先做防呆,第一个,如果这个名称已经存在,比如说中华路已经有了,那我就应该怎么样呢,我就应该先check一下,这个中华路的资料,所以 所以,for I 等于,那我这边的话是二到最下,不过,因为本来有两个,一个是实际上的,一个是清淡,所以这边应该可以改成三,第三个到最后应该一个,才需要去检查,那因为刚好这总共三个,所以呢,它会三到三,那刚好检查一次而已, 检查是不是已经存在,OK,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,那个,第一个防呆是如果已经有中华路,那我把它按下去,假设我刚刚,没有做防呆,输入中华路的话,那一定会错, 可是现在,它会先怎么样呢,先check一下,有没有中华路,有,先删除,再怎么重新查,应该还有印象,OK,按确定,看一下,中华路又重新查了,其实应该太快了,所以一下子闪过,OK,第一个,第二个是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,那所以后面输入就是这一个,防呆2,这个地方的话呢,其实就是 就是X等于空的,Zen,请务必输入资料,就是这一些,那我把它贴哪里,贴防呆1的下面,如果没有填写的话,或者是说你在Magicbox后面可以再逗点,比如说VB的什么呢,Information,或者是什么呢,这个,Critical,OK,就是XX,表示请务必输入,我们试一下,那当然呢,这个地方呢,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,刚刚一定会出, 出错,而且会卡住,现在的话会不会,按确定,不过这个卡住,我这边,射中占点,不过这个应该是会跳过,因为没有,有没有,没资料,对,因为X呢,如果你什么都没填写,它是空的,跳出,请务必输入资料,按下确定,它会跳,没有,OK,结束掉,那这个是防呆2,这个应该有印象,所以往后啦,反正, 反正你写完任何东西,任何的一个按钮程式,程序呢,你要先去想说,有没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错误,你一定要先想防呆,OK,那你如果防呆都已经防得完完全全,滴水不漏的话,那你这个系统呢, 基本上呢,就像无敌铁金刚一样,就不会发生错误,那大家用起来就很愉快,你这个系统太好用了,在eSale里面,怎么按它,它怎么样就给你对的资料,错的虚,如果你不小心做,因为有些使用者,它其实没那么聪明啦,好不好,而且它其实真的,需要让它感觉好像怎么用都不会坏掉, 所以像苹果电脑,苹果的手机,这么贵,对不对,还是大家就很喜欢,除了是它很漂亮之外,还有就怎样,它怎么用都不会,真的怎么用,它就是很稳定,OK,而且你也不需要学习嘛,所以那个叫做UI,使用者界面, 另外现在还有一个什么,UX,UX,本来是User的Interface,对不对,现在呢,变UX,这个X指的是Experience,Experience就是使用者的,不是只有界面,以前的设计观念是,我给你看,你看,我管理看不看得懂,好不好用,不重要,那后来也就是,使用者的使用经验,比你去产生一个界面来更重要, 就是你要知道使用者会怎么用,你要把所有的使用者都当成是一片白纸,你不用告诉他,他看到就会用,那你这个UX就是最棒的UX,OK,所以这地方的话呢,稍微跟各位提一下,然后我们来看,基本上这个地方就OK了,那再来最后就是茶屋资料的话,大家有没有,那茶屋资料特别资料,你不能乱放,茶屋资料第三个房呆,这个, 房呆三,记得一定,比较特殊啦,因为我们是必须茶完之后,这个地方哦,茶完之后呢,才去做房呆,因为茶完才知道说有没有,如果茶完之后呢,没有,那你就跳哦,茶屋资料,所以把这一段怎么样,一样放在筛选之后哦,特别资料哦,筛选之后我们放在哪里呢,放在筛选之后这里哦,就是在要复制贴上的钱, 前面这边,做房呆三,如果没有结果的话,那刚刚如果没有加这个房呆的话,反正他查完之后哦,他就会,哎,反正不管有没有,哦,像这个地方按下查询,之前如果查什么,哎,大家查,查什么,反正就查一个,哎,就,随便查一个哦,比如说,呃, ABC好了,像这样,里面有没有ABC,好,理论下应该是没有啦,没有地址里面叫ABC的,好,OK,好,按确定,好,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,哎,果真查不到资料,为什么查不到这样,因为在,这个,西栏就是那个,地乡栏里面呢,没有,关键字ABC,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,他就会跳,查无资料,但如果你要精美一点的话,我刚刚跳,critical,OK,好, 那这边的话呢,就跳出来,哎,查无资料,有没有,那按确定之后呢,哎,这时候特别是要多一行,因为之前是直接跳了就算了,可是问题哦,筛选这个东西很麻烦,你如果已经按下去了,你一定要把它取消,不然你下一次怎么样,他变成,你下一次呢,哎,应该要可以查,变成说,他是又变成取消了,好,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加这一行,然后把它取消掉, 这个,有没有,恢复啦,OK,如果你没有恢复的话,那后面查询会发生错误哦,OK,it is sub,好,总共会有三种房呆,好,那房呆完之后的话,等一下可能哦,我们来看一下,如果像后面的清单,这个清单主要的用途哦,其实是为了,后面我们要做批次,查询用的,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说,老师,那我,可是我的工作是希望大量一次全部查完啊,你不要一个一个慢慢查,这样子很慢耶,我的工作可能是我希望针对什么,哎,所有的这个区域,有没有,乡镇市区,全部一次全部查完,管它有几区啦,我也不知道台北市有几区,好像有12区吧,你可以背得出来吗,不过那也不重要啊,考试不考,对不对, 大家知道就好了,呃,应该也不会考你说,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请依序把它写下来,应该也没人这样吧,OK,那不过呢,当然前提是我需要这些资料,那怎么办呢,你怎么不可能,其实Google也可以Google到了,不过其实资料这边已经有了,你可以怎么样,Ctrl-C的向下,把这一栏C, 移到清单,这边把它Ctrl-V,可是问题有很多重复嘛,这时候你要想到什么,资料里面有什么,对啊,一株重复就好了,不过这个功能哦,在2003以前,2003包含以前的版本,没有这个功能哦,那像以前都自己写啦,你可以想想看,一株重复要怎么写,如果你要写的话,MBA怎么写,第一个可能要什么, 先排序嘛,排序之后不用一样的东西就放一起,第二个的话呢,跑一个回圈,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,做什么呢,如果我这一列跟下面一列,一样的话,那我就把它删掉了,但是我前面有特别强调,如果你删除列,或者删除工作表,或者删除任何东西,尽量从后面删回来, 为什么,因为我以前也是从上面一直想说一直删,可是不对啊,你删掉一个之后,它下面会往上地补,那一地补,你位置又乱了,乱了你又开始又要重新再算那个位置,但是如果你从后面删回来,没有这个问题,删的下面不会影响上面,反正它一直往上跑,删的下面,所以这个当然你可以想想看,如果假的没有移除重复,你可以自己试试看, 那我们这应该有,我们就直接删除,要不要扩大呢,不要,目前的范围帮我把它移除一下,OK,移除重复,那有没有标题,有标题,乡镇市这一栏,OK,按确定,这个时候的话呢,它就帮我把什么,12个区,全部,通通都这样,清单做出来了,那另外还有所谓的交易标的,交易标的的话呢,就是这边,B栏吧,我记得B栏里面呢,一样就是,它里面有好几 但是我不知道有几种,有什么,台湾蛮特别的,就是你买房子,因为你以为你买房子,其实不是,你是买了房子,而且你又买了土地,所以你将来的权状会有登记,如果你还有阳台,阳台又另外算哦,如果你有车位,车位又另外算,所以那个,刚开始拿到那个,看起来好像我也不知道,看不太懂,其实它里面,而且呢,台湾的 法规还蛮特别的,以前是什么,从墙壁外面往里面算,也就是说那个墙壁也是算你买的空间,那以前好像连宇泽都算你买的空间,所以以前宇泽算好几坪,可是实际上宇泽上面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用途,我好像最近有修法了,而且好像那个墙壁空间好像算什么,以前是算外面算进来,现在算中间是不是,中间嘛,不过我觉得应该要从墙壁里面, 现在开始算才对吧,不然如果那个墙很厚的话,那也算进来,那感觉空间就变窄了嘛,对不对,所以这种,不过有时候商人是喜欢玩那个文字游戏啦,因为我们一般人真的不是很懂,它外行,所以很容易就被呼嚷了嘛,好,以前你拿到瓶状,好像四十几瓶,可以进来,奇怪怎么感觉很小呢,为什么因为还要扣什么, 你的那个什么公共空间,然后还有什么什么,反正扣东扣西扣扣一扣,所以你要买的时候,你不能说你只,你要买三十瓶,其实你要买三十瓶呢,在台北市你可能要买到,可能要五十瓶吧,才能真的有三十瓶的空间,因为那个一些空间扣掉,好,那所以这个交地标地呢,我们一样把它选起来,砍出去不向下,然后做个清单, 一样做什么呢,移除重复,那移除重复还蛮方便的,所以把它移除一下,有没有标的诱,确定,好,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,交地标的它分成会有五种,这怎么怎么,你买房子,一般好像是这个,土地跟建物,那顶多是有车位,另外还有一种是单独卖土地的,可能是乡下的地方在卖土地,你自己盖房子,或者是现在 好像我发现那个,像花东那边有很多卖土地啊,那你好像怎么多大空间,可以建一个农舍之类的,可是我看那个农舍,盖的比别墅还漂亮,农夫,对啊,OK,然后还有什么车位也算,另外还有建物,另外还有一种是土地不是你的,土地是公有的, 然后你只有地上物,所以将来好像你的建物如果太老旧就不能重盖了,你可能要还给政府了,好像有这些东西啦,好,那这些如果说我要批示查询,比如说你帮我按照区,自动全部批示查询,该怎么办,对不对,所以你批示查询里面,你可能要先想到一点,第一个,如果它已经查完了,所以你要先批示删除, 先把旧的先删光光,好,然后呢,再产生这些12个区,12个区查完,也许你要再改成标的,交易标的,你必须再把它旧的删掉,再去重新查这个交易标的,OK,应该懂我那个逻辑吧,我的逻辑是,反正你就批示查询某一个类别之前,会先把旧的全部删光,然后再查新的, 或者你又再查一次啦,反正就全部删光光,因为为什么,因为你的主要的这个,怎么啦,这里面资料也许要update了,那你还是要再重新查,所以还是需要先把所有的工作表先批示删除,所以后面可能会需要再了解一个,如何批示删除工作表,那批示删除就是必须留下这个跟这个,头尾这两个,后面全部删掉,那删我刚刚讲过, 如果你要删除的话,记得从后面删回来,不然的话,这边也是一样,你删一个之后,它后面又递捕,那你顺序永远都会抓不到,那以前我还记得什么,多一个K吧,K等于K加一,然后K如果再减一架,很麻烦,干脆从后面删回来,什么事情都不用管,OK,所以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先试一下,刚刚主要的重点,一,大概先复习一下那个房呆吧, 房呆一,房呆二,房呆三,但是特别注意,这个房呆是,如果你单次查询才需要房呆,因为你批示查询,基本上就没有房呆的问题,因为批示是自动去抓清单的资料来查询,所以应该也不太可能会打错,所以批示查询可以不用房呆,单次查询,那再来就是请各位建什么,建这些清单, 那待会的话,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那个批示查询的动作,画面先还你录一下 好